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水果吃了会令腸胃好 因为我自己的腸胃很差 很容易很敏感 又会很容易肚捨 但也很容易去不了厕所 所以其实经常都很困扰 看到那个专栏附刊写 也有很多读者试过回到作者都说很好 于是我就很努力地每一集我都追 然后上网也拿到一些资料 大家都会很神奇地说说什么 在这里看我的版本都写了 奇异的奇异果 你看大家奇异果 其实它真的很漂亮 不过它很小 也挺贵的 今天我在超级市场买9.8元 有5个这些深绿色的奇异果 这些是比较便宜的 之后我也会说 因为这些比较便宜 但有些又说吃了会有点敏感 看这个专栏里说 如果敏感的话 可以试试这一种的黄金奇异果 也是奇异果的一种 这样比较上是贵一点 今天买9.8元钱 3个 大约一天里面是吃2个 这些 2个 2个 或者是3个 这些详细的资料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网上找到一些资料 亦是关于专栏作家 他也讲解了一些资料 之后我就跟大家去分析一下 不是分析的 因为我都不是很懂的 我都是看报纸上的资料 和网上的资料 大家去分享一下 这两幅图 我都觉得很漂亮 在网上资料里面 这个其实都很容易做的 一会儿都会跟大家讲一下 看看大家会不会 都可以做一下出来 尤其是夏天 凉凉的 雪冻它来吃也好 或者摊冻它来吃也好 不用一定要热的 容易入口 尤其是小孩 奇异果有什么好呢 他说 原来每天早上起床 在吃早餐之前 吃2个奇异果 是可以减肥的 其异果的营养密度 是最高的生果 他说如果每天吃2个 可以补充身体里面的钙质 其异果里面一些微酸 是可以令到肠胃 是动得好些 然后就化了 因为有时候 听到大家 咿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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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咿 他有时候 试试过 那些肠胸脏 但是又不能移动 哇 是很辛苦的 走不安 坐不下 他因为 为何会这样 原来肠不移动 便会形成这样 原来 奇异果 是令到肠 会有适当的移动 令到我们的胃气 比如有胃气 他们的肠子可以强出 如果腸有风 便可以放出 那便不用拘捕 那么辛苦 奇异果 也有很强的维生素C 即维他命C 一个奇异果的维他命C 有87毫克 尤其是奇异果中间那些黑色的 一点点黑色的部分 便有很丰富的维他命E 可以防止眼睛的黄斑病变 因为现在黄斑病变 大家都开始注意到眼睛的健康 其异果里面的叶酸、腺食纤维都很高 它含有的精胺酸能够帮助伤口愈合 其异果里面含有很多的胺基酸 可以令到脑部神经的传达 有时候脑部会控制手脚的分泌可以更正常 这也是其异果的好处 其异果的质量会令到我们身体的多部份都会好 另外他又有说 其异果其实也是治病的高手 其异果的盖含量是葡萄油的2.6倍 苹果的17倍 香蕉的4倍 他说如果要补充钙 其异果给任何钙片和所谓的钙奶都有效 尤其是女士们 如果你想补充钙 其实其异果都可以帮到你 其异果的维生素C是橙的2倍 其实我都经常听到别人说 吃一个其异果等于吃两个橙 但我自己很喜欢吃橙 给我初初的选择我就喜欢吃橙 但如果现在有这么好的功效 我又会开始改变 所以我今天又开始买其异果 试一下 他说很多人都好像我刚才所说 就选择另类一些比如说吃橙 但有时我们又不要吃一边 有好的东西我们又试一下 既然原来它一个都有两个橙的功效 真的非常之好 其异果又有很多的纤维 可以增加你饱的感觉 所以其实减肥是好的 即是你吃两个其异果 其实你感觉到饱 你就不会说我又想去吃东西 又想去吃这种东西 如果有很多人减肥 都是采用吃生果 其实这个又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因为它是有低纳高甲的完美比例 可以补充你的体力 除了给你饱的感觉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补充的体力 你不会说真的饿得远了 其实如果原来晚上我们不吃宵夜 是大大减低这个腸癌的风险 还有其异果也有维生素衣 能够令到我们的血液回顺得好些 中医来说血液循环 由脚上头 有些人手动脚动 有些人头痛 有时头痛都是血液循环得不好 也会降低胆固醇 对心脏健康也很有帮助 他说在这里说 亦都对睡眠的质素是有帮助 大家有这么多这么好的好处 大家不妨试试 看看是否真的达到 在这个资料里面所说的东西 其异果的食法是怎么样呢 其异果80的营养都在果皮的部分 其异果这么多毛怎么吃 其中文化是否看哪裏 是否其实大家都会 从部横长的故事 社交作家封标券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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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然后加半杯水,连皮在搅拌机搅拌它 这样喝下去,但不要放太久 太久之后,它就会氧化 最好在早餐之前吃 如果在冰箱拿出来,很冰冻,就带寒凉 你可以用暖水浸浸浸 或者有时,如果比我自己 我喜欢逾早一点,例如一两个小时 我摆出来,摆摆它,过了些冰冰 有些就说会敏感,像我刚才所说 在这里的分享,你可以试试这一款黄金果 黄金果没有那么容易引起敏感 它说因为绿色的奇异果的敏感性蛋白的含量 是黄金奇异果的50倍 你可以试试,两样都试试 看看哪一样令你不敏感 那就是这样 因为有什么敏感呢? 根据看它的专栏,有些读者写回来 就会令到咳嗽,可能寒凉又会咳嗽 有时候有些敏感,大家也不知道 这样试试看看行不行 另外,有一些读者也有问过,可不可以 譬如说,我又很想试试,但我又怕凉 自己知道自己是凉寒底 那怎样呢? 它说可以搅拌的时候,放一块姜在一起搅拌 我自己就会试试,我喜欢怎样呢? 磨了些姜汁,试试放两滴下去,试试喝了是否舒服 这些因为各个身体不同,也不可以一概而论 因为这些资料都是给大家参考一下 试试,看一滴两滴姜汁下去 当然煮滚了,滴两滴姜汁下去,搅烂了之后 你不煮它,但是姜汁,如果你说都怕它寒 有些是煮姜茶的 煮了些姜茶,或者加一点下去 连起那些奇异果搅拌了,一起喝一下 喝了下去,会不会喉咙更舒服 不会令你咳嗽,或者敏感,或者不会觉得那么寒 这个大家可以在这里调节一下 另外,因为有些女士的确确很寒 少少东西都不行 有些说,喝粉角汤都暈到起不了身 这样的女士,如果体质是这样 可能要小心,慢慢试试,不要试这么多 如果喝了暈,可能就不太受得 可能会比较寒 另外,奇异果是可以令人吐射的 因为它是令你的腸移动得好些,快些 有些人一直以来 可能他的生活习惯都不是很容易射的 有些人说吃菜都会萎萎的 或者外面出街吃少少油腻东西都萎萎 如果吃奇异果一开始,你又吃两个 很可能就会加快你的腸移动 你还要萎萎萎的 所以身体,大家去了解之后慢慢试 另外,在其他网站里面,我又找到一些资料 他很好,他写明,奇异果最好配些什么 最重要是不要配些什么 即是一些食物是适合配的 有些食物是不适合配的 奇异果是适合配的 奇异果是适合配的什么 奇异果是适合配的一些松子 类似像粒粒的松子 他说因为奇异果的维生素C 有了吸收松子里面的一些铁质 吃了之后就令到我们面色红润一些 增加我们的体力 奇异果也可以和蛋黄酱混合一起吃 因为奇异果的维他命C和蛋黄酱的维他命E 和一起吃就会加强维他命E的效果 将保护细胞膜免被破损 就可以抗衰老和抗癌病 这个大家都可以用来参考一下 有些伤黑的食物不要混合一起吃 是哪些呢 奇异果和蜜糖就不能混合来吃 因为其中的维他命C 通常和蜜糖一起吃就会很容易引起吐射 这里大家记一记 奇异果也不要和奶制品一起吃 因为奇异果里面的维他命C 含量颇高 容易和乳制品之中的蛋白质 形成一块 等于我们很多时候都知道 柠檬茶和咖啡会影响消化和吸收 所以这里大家不妨知道多些 网站的资料也很好 他说哪些人是大致上来说 平均来说 他就说哪些人是适宜去食其异果的呢 他说适宜一些很热底 很容易就热气那种人 可能有些人热气就口红了 想发烧那种很明显是热底的 消化不良 那些人经常说 消化不好的 吃一餐下去 整天都仍是胀着 高血压 便秘 现在这个真的是一个都市病 很多人因为生活紧张 可能真的上班又赶 下班又赶 下班又赶快 或者食物定时 搞到肠胃不好 很容易便秘 还有有黄胆病 这些都适宜食用其异果 哪些人不适宜食的呢 刚才说 寒凉的人 脾胃 脾胃很好寒 经常口淡淡 还有你觉得你自己是否一个虚弱的人 原来我们学泰极的师傅 就告诉我们 我们做运动时 出到全身寒 用汗来舔一下 如果是咸的呢 没事 即是说你一切正常 又不凉又不热 当然你热气 你自己知道 你也会痛 如果你舔到那些汗 淡的呢 没有味道的呢 那你真是寒底了 还有你的身体可能很虚弱 我自己真的试过 真是的 touch food 幸好我没事 吃下去 舔一下汗 是真是很咸的 你会觉得 你不会觉得 是还是不是呢 不会的 很大分别的 真是咸就很咸的了 那就是 辐射很频密的 一切都很厉害 那你真的要慢慢去试一下 那譬如说 尤其是孕妇有先兆 就是有先兆性流产 那妇女呢 就千万小心 小心去处理了 或者是月经很多 很多的 那这些都是 就是 比较身体虚弱一点的妇女呢 那又会小心一点了 那 譬如说 和黄胆型的肝炎 的人士呢 都是要小心 那好了 那说了以上 一些的资料性的东西呢 那也都介绍一下 一道菜 那其实这个呢 就是 哈人 哈人呢 就二百克 其二果是一个 那么 批了皮 切到它一粒粒 那么 紫洋葱 蒜头 那么 番茄 和葡萄籽油 那么 醃料呢 就盐就二分一茶匙 三分一茶匙 那些虾和那些盐 虾呢 就用少盐和生粉拌一拌它 不要太多 那些虾干水 吸干它 那些虾因为不是飙水的 拌一拌它 那接着呢 亦都有黑胡椒 和盐 你拌完之后 备用了 那怎么做呢 就是 其二果去皮 就像刚才所说的 切了粒粒 番茄都是这样 紫洋葱 和蒜头 就切片了 那么 虾呢 洗净之后去腸 就放入这个叶料 就叶十分钟 亦都是备用 好了 那开火呢 爆香的蒜头 和这个洋葱 就加入这个虾仁 炒它两分钟 再加入这个蕃茄 和调味料 再炒两分钟 就关火 然后加入其二果 这个也是在网上收集到的 是一位很漂亮的美容师 在他那个网站资料里面 拿到出来 其实有些人 有些朋友都跟我说 喂 我不吃虾的 因为我的皮肤敏感 还有我又生暗瘡 我戒了虾很久 那我想到了 好啊 我们不下虾 火腿粒行不行呢 那些一罐罐的火腿 我们切厚它一粒粒 小朋友都很喜欢吃的 那些火腿粒 又可以试一下用火腿粒 那就代替了虾 那就不怕敏感了 其实食谱的东西千变万化 任我们自己喜欢 加些什么下去 如果给我呢 我可能会喜欢加些三文鱼粒 下去也不一定 大家试一下好吗 好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希望大家都回去试一下奇异果 看看是否真的很好吃 还有能够帮到你的身体 好 拜拜